八年前,国内首创可以躺马路看风景的台东县路野乡龙田绿色隧道, 因为交通动线常常受阻,再加上游客还有跟当地民居民不时发生争执。 现在龙田社区发展协会决议,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不准再让游客躺马路了。 而面对即将来临的寒假旅游旺季,华东纵谷将会减少了一个观光亮点。 这是国内唯一可以躺在马路上看风景的绿色隧道,好像是躺着看湖中倒影一样。 这个景点为在台独县路野乡龙田村的乡间小马路, 八年前,旅游业者引进躺马路看风景的旅游行程, 也举办过四次华东纵谷千人躺马路活动,吸引了四五十万人次来躺这条马路。 但是躺马路的安全,还有附近交通动线经常受阻,引来很多争议。 龙田社区发展协会去年年底决议,从今年1月15号起, 不准业者再带游客到这里躺马路。 龙田社区发展协会表示,居民反对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不受尊重。 游客阻挡了马路,还会反客为主,骂当地居民发生争执, 业者也只好同意配合,取消躺马路的旅游行程。 村民有时候赶时间他会按喇叭,那按喇叭, 其实按理来讲我们观光客是应该把路让开,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观光客竟然回头来用三字经骂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村民。 但是躺马路的旅游活动是华东纵谷热门的旅游行程之一, 业者希望政府能再协助辅导。 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和台东县政府都表示, 会在协调沟通,寻找替代方案。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